分辨主的真理 明白神的旨意 顺服圣灵带领 献上身体做活计 这是一个为追求真道的人而设的节目 活计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现在又是活计的节目时间了 非常高兴能够跟你一起来分享神的爱 上次节目时间 我跟你分享了一个真理 就是律法的最终目的乃是爱 有人呢 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那就是旧约的律法跟新约的恩典 表明了神对人类的不同的要求 那其实这是错误的 神对人类的要求 从历史的开始到现在 都没有改变过的 要爱主你的神 要爱人如己 这是神对人的两个最基本的要求 也可以说是两个诫命吧 律法与福音的分别 不在于它的目的 那是在于方法 保罗解释说 律法对于爱这个目的是起不了作用的 凭着律法 这个方法没有达到目的 凭律法的方法之所以失败 并不是因为律法本身不合理 不全面 而是人的心犯罪败坏了 那福音那是挽回人 拯救人脱离罪的 唯一的方法 以致人能够回转 重新的去满足神的永恒不变的要求 就是爱 雅各曾经用三个词语来形容爱 他称爱是全辈的律法 包括了一切的律法 爱是至尊的律法 在爱里面生活的人 就像君王一样的 爱是使人自由的律法 在爱里面生活的人 可以很自由的 做他喜欢要做的事情 因为他以爱人为原则的话 那么他所喜欢的 也一定是正确的了 是不是 那今天我希望跟你谈一谈 爱的另外有关的一些 很重要的事实 那就是没有任何的东西 可以取代爱 请你听我跟你念出 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 三十一节到十三章的第三节 圣经是这样记载说的 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 这不是一个提议啊 这是一个命令 神要求门徒热气的追求 属灵的恩赐 那然而 比属灵的恩赐更重要的 保罗称此为最妙的道 是什么呢 那继续来看圣经怎么说的 我现在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 并天使的话语 却没有爱 我就成了明的罗 想的伯一般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 也明白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知识 而且有全辈的信 叫我能够移山 却没有爱 我就算不得什么 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 又舍己身叫人焚烧 却没有爱 仍然与我无异 你看呢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 讨论到属灵的恩赐的时候 然后他就谈到了爱了 在第十三章的一开头三节 他大概提到了 所有的恩赐的纲领 就是有关传递神的圣言的恩赐 启示方面的恩赐 以及能力方面的恩赐 那然后 不论你在神的圣言上 有多大的恩赐 你可以说万人的方言 甚至是可以说天使的话语 但是却没有爱的话 你就只是一个明的罗 响的伯一样了 你可以发出很大很大的声音来 确实好像雷声大 雨点小 甚至是没有雨 并不能帮助人 即使你在启示方面 有很大的恩赐 你有先知讲道智能 又能够明白各样的奥秘 然而 如果你没有爱的话 你就仍然是无所义处的 即使你有圣灵的能力 可以有全辈的信 能够移山 但是如果你却没有爱的话 你就不算什么 也就是说算不得什么了 总的来说 没有爱心的人 即使是他拥有一切的恩赐 他仍然是空洞的 一无所有的 那接着保罗还继续说 如果你不是凭爱心做出发点 那么即使是最伟大的善行 好像是将你所有的都拿出来 周杰了穷人 又舍己身叫人焚烧 但是 仍然是与你无异处的 无论是在属灵恩赐的领域里头 或者是在舍己的施赠当中 甚至是超乎物质的倾倒了 甚至是舍去生命的工作了 但是 你要记住 如果不是出自爱心的话 那么这一切都是毫无果效的 那我们必须用心 用诚实的态度来面对这个真理 没有任何的东西是可以取代爱的 那很多时候 我们是看见有些人呢 他是确实是很有恩赐的 然而他们却没有什么爱心的表现 恩赐不但不能好好地发挥 反而在生活当中 处处见到他们的骄傲自夸 我想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爱 那如果 我们有爱心 我们就不会这样去对待人了 我们不会彼此的纷争了 我们就不会对弟兄苛求了 同时我们也不会嫉妒 也不会贬低我们的弟兄 相反的 我们会彼此的建立 这正是保罗所着重的 爱心 见教会得以建立 爱并不毁坏 爱是完全积极的 那很多时候 我们的聪明 我们的才干 我们的恩赐 都发挥不了建立的作用 但是反而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然而 这完全是缺乏了爱心的缘故 爱是不会破坏的 爱永远是积极的 爱是造就人的 所以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取代爱的 那弟兄姐妹 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一点 爱是无可代替的 好了 这有一点 我们仍然要搞清楚的 那就是 这里所提到的爱 只有一个唯一的基础 就是信心 那有些人把爱高举的过分了 以为爱心是可以超越信心的 只要有了爱的行动 那教会就可以得到造就了 然而 他们就忽略了爱心的基础 是在于我们的信心的 那 这个地方我并不是说爱心不重要啊 然而 爱心 只能够凭着信心 才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表现出来的 我们如果 要享受这样的爱 那么就必须要有信心 在加拿大太书的第五章第六节 圣经是这样说的 原来在基督耶稣里 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 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那弟兄姐妹 我请你特别注意 外表的宗教活动本身呢 并没有任何的价值的 只要有爱心 才能够可以真正的有属灵的特质 那 然而信心呢 就是使人生发仁爱的原因了 唯一有果效的 是信心凭着爱的行动表现出来 我们不应该把信心与爱心分隔开来 有些人甚至是夸耀自己的信心 哎呀 我有多么大的信心 我的信心多么的坚强啊 这种信呢 不能产生仁爱 这样的信 也是没有功效的 就正如雅各所说的 没有行为的信心 那是死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不能单单强调说 啊 只有爱心才是重要的 爱心 那是从信心而生的 那我们也必须有信 除了神的信心之外 没有其他任何的方法 可以产生爱心了 爱心是不可能靠尝试而产生的 当我们说 哎呀 我们尝试爱别人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真正的去爱他了 这是一个很简单 确实有非常深奥的一个事实啊 那假如说吧 我对我的妻子说 哎呀 我真是试着想爱你 多么的爱你啊 你以为他会喜欢吗 我就不会喜欢别人 对我这么说了 为什么呢 因为试图去爱一个人 就意味着 你不是真的爱他的 你是想试图去爱他 如果你是试图去爱人 那就是再坦白你 不是真正的爱神了 爱不是靠试验而得出来的 爱是恨旧人的永远患死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叫自己的一种 不情意满容 不计算人家定了 不喜欢不一直喜欢真理 那么爱心又是怎么样产生的呢 是靠相信神 是因为我们信靠神的缘故而得到了重生 使得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爱之中了 那这样呢我们才能够表现出神的爱来 所以说我们的爱不是凭着我们自己而有的 按照我们的人性来说 我们里面是不可能有这种爱的 但是要是我们相信了神 信靠了神 从神那儿得到了他永恒的生命 那么我们就有了他的爱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神就是爱 爱的源头就在神那里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愿神祝福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